超海運還缺人嗎 現在很多人都搶當航海王 因為傳出他們今年的年終獎金 就上看60個月 如果以平均月薪43K計算的話 算一算就有258萬 輕鬆入袋 沒有最狂 只有更狂 去年40個月年終 已經讓全台民眾季度羨慕恨 超海運今年恐怕讓你更眼紅 因為他們前三季已經狂轉喻3000億 超車2021年的2390億 獲利飆新高 據傳要發放60個月年終獎金 讓員工做夢都會笑 很難想像 如果能領到當然最好 但是你又不在那邊 你怎麼可能領得到 人家也是可能之前有 做這方面的專業 兩個月是基本的 誇張的謝幕 不過長榮海運很低調 只說全球貨櫃輪市場變動大 現在談年終還太早 至於同樣是貨櫃三雄 陽明萬海尚未公佈今年數字 但參考去年狀況 陽明12個月52萬 萬海最高18個月 加發1.6萬特別紅包 兩家公司202前三季營收年增率 落在3至5成 年終獎金有望更勝一籌 不讓行業一支獨售這些產業 也讓員工很滿意 邊境解封 所以我們看好就是說 像之前的疫情重災區的這些 餐飲業 觀光業 甚至量分業的部分 今年的年終獎金 應該會是會有機會觸敵 反彈 數字絕對會是比之前好看很多 那當然持續受到觀光客 以及出國的風潮帶動 空運業的部分 年終獎金也有機會往上盤升 疫情趨緩 內需市場復甦 人力銀行調查 有超過7成企業 確定發放年終獎金 犒賞員工整年辛勞 但想達到長榮海運高度 60個月 現在恐怕不只是羨慕 還扼晚選錯行 環宇新聞 郭思文 陳品貞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 約一下 再加 보� 多查看 1 6